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天趣玩 本期我们来拆奇趣弹玩具 这是赛车手动员的奇趣弹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小惊喜吧 每一盒里面有三颗弹哦 哇哦,这是红色版的闪电麦昆的一个包装纸 那把另外的弹可以打开出来 同样大红色的闪电麦昆奇趣弹 很好看的包装纸 看看这一颗弹里面有什么小玩具呢 打开巧克力橙 一个小小的胶囊蛋就在里面 一些小 哦,是一个小玩具 是一个挂件来的 上面印着闪电麦昆 那我们继续来拆蛋吧 第二颗奇趣弹 拖开锡纸 巧克力先放在一边了 好,这个蛋好轻啊 要猜猜是什么 哦,真是一个小挂件 这是酷姐 她做过闪电麦昆的教练 那我们继续来拆第三颗奇趣弹 红通通的蛋壳 终于让我们得到了一辆小汽车 但是它还没有装饰 看一下 灰色的车身 大家快来想一想是谁呢 我先给它贴下贴纸吧 装饰完毕 大家认出来了吗 它就是黑风暴杰克逊 闪电麦昆的对手 那我们继续来拆奇趣弹吧 第四颗奇趣弹 好,这是一个小夹子 还有小挂件 但是呢,这辆车我还真的没认出是谁了 小朋友们知道的话,在评论下方告诉我 小玩奇趣弹啦 我们看看这一颗 赛心手动员主持的奇趣弹 便能得到马队小玩具 好,我们竟然得到了一个一样一样的闪电麦克的一个挂件 这也太巧合了 最后一颗奇趣弹了 看下是不是跟我一样期待呢 马上揭晓 好,我们得到了一辆小汽车 就是酷姐吧 那我们把它给装饰一下看看 用贴纸装饰了一方的酷姐 是不是更好看了呢 这是五十一号,小跑车 小朋友们,那我们本期的下一期二种动员 奇趣弹大玩具 就猜到这里了 得到了六个小玩意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记得订阅,贴纸去玩 拜拜 谢谢大家